第十九季SBL超級籃球聯賽 25日與板橋體育館盛大開幕 酒菜的專屬啦啦隊Juicy Girls 也為本場比賽帶開起分 非常高興那麼多球迷可以進場 支持我們的SBL的聯賽 那我們這些像玉龍、納芝捷 台灣啤酒、台灣銀行 桃園、蒲園、高雄九泰 都是非常老牌的球隊 孕育出非常多的明星球員 甚至國家隊的隊員 那這個聯賽 也培養出很多年輕的好手 那我們希望大家可以盡量來欣賞 這個整個比賽 感謝大家 由於疫情影響 導致國內運動氣氛低迷 今年SBL開幕記者會上 教育部體育署的呂洪敬竹蜜 更是呼籲球迷要多多進場 支持自己喜歡的球隊 為喜愛的球員加油打氣 我們SBL很清楚的定位是 培育好的青年好手 所以SBL是一搞的舞台 我們各位選手一定演出精采 然後我們國家培育職業 我們國家培育籃球的選手 那國家一定有好將來 開幕記者會氣氛熱烈 首站的火氣也不小 不僅產生肢體拉扯 球員吳宏欣也領到全場第五次犯規 畢業退場 雖然比賽中因肢體接觸 導致於擦槍走火 所幸雙方球員火氣 很快就平息下來 球員的這個提器 就是像教練給我們東西一樣 就是我們是打團隊配合 就是要有理有外 然後今天就是都有做到 教練所設定的 對 不過今天第四節看到 老大哥吳宏欣 然後跟對方台銀的球員 就超級一些衝突 其實你自己之前也待在台銀那邊 那自己不看這件事情 呃因為可能比賽到第四節後面 可能分數比較膠著 所以可能對方就是可能會比較兇一點 所以可能球場又難免一些火花出來 首戰就開湖的九泰 未來也將全力備戰 在全新的一季球季當中 希望能夠呈現更精彩的表現 拿下了旗開得勝 是